我剛剛講唐鳳 唐鳳今天帶了蘇花部的人員 到澎湖宣揚5G的政績 結果現場沒訊號 也蠻糗的 我們看一下 部長說在那裹邊 坐澎湖輪4點多 體驗整個在海上的通訊 要改善郵輪航線上的通訊網路 15號上午 蘇維部長唐鳳率百人團 從高雄搭船到澎湖 透過這個我們的前瞻預算 我們就把5G的行動寬屏基地台 加強了13200台 飾演要把5G網路帶到澎湖數位部 敲鑼打鼓展場設置電視屏幕 我們透過這樣的測試 我們發現不是只有裝在床上 我們裝在一輛這個行動車上面也可以 調整基地台發射角度的搬出 行動基地台與衛星同步調度 就是要讓民眾感受5G網速 沒想到 卻有縣府員工爆料 不管在現場怎麼繞 都只有收到4G訊號 其實這個並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大部分的地方 用同步衛星 你發一些訊息啊 文字什麼 大概都收得到 所以現在並不是說 是完全的同訊死角 在新內閣 將交接之際宣傳 任內政績卻意外被拿來做警惕 這個唐鳳來 這個我看 唐鳳反正今天已經知道 他就不會留任嘛 先年看到他被這麼多 連民進黨立委都攻擊 大概也知道了 不過已經是行前最後的行程 因為今天公布新的這個 書法部的部長 他的名字叫做黃雁南嘛 那黃雁南是中研院的 資通安全中心的執行長 資通安全 你就知道哪裡 哪裡痛就補哪裡 命中缺水都是水 命中缺木都是一堆木 所以顯然現在賴清德知道就是 民眾對於資安 個人的訊息被外洩 詐騙非常痛恨 唐鳳他沒做好 剛剛講那個 導播畫面可以再來一次 你的整個記者會現場是5G 澎湖5G 台灣我都還沒用5G 我坦白跟大家說 我還在用4G 5G的話就是超快 可是澎湖根本還沒有建構好 你怎麼會跑去澎湖開一個說 我們澎湖有5G 然後現場的人手機拿起來 通通都是4G 這個匪夷所思 就都不是說 因為現在唐鳳不當部長 我們落井下石 我做這個批評 而是說你既然知道澎湖 可能有的地方有 他說有一個車 在那個車的旁邊 那整個澎湖 其他人看到新聞之後 澎湖人會覺得說 這個政府果然在做什麼 這就是唐鳳的問題 就是他在自己的通文層裡面 覺得說我已經做得很好 我覺得他是某種方面 可能IT或怎麼樣 他是人才 可是在當部長跟當官 今天有一篇分析稿寫來的真不錯 他不是個當官的人才 不是說當官就要 你每天站在那邊逢銀拍馬 長袖三尾不是 可是你今天如果人到了澎湖 背板寫了5G 我唐鳳來就是整個澎湖的人 怎麼樣都親切五十多 都一個5G 所以這樣顯然是沒有 好 這就是打炸的部分 另外剛講那個郭智輝 因為這不是我的過去採訪領 因為我完全不熟悉這個人 可是你知道他從業是 半導體的供應商 他既然是供應商 他很了解半導體 還幫華為蓋這個晶片廠 所以有人講說是啦 他可能是有史以來 最懂半導體的基地部長 今天你敢用他 包含剛剛所講的這些 跟大陸都有一些淵源 還有吳承文也是 吳承文是測試 半導體測試非常有名的 所以半導體顯然會是賴清德 就是總統當選 然後未來第一個內閣當中 他認為重要的點 不過電還不是只有 懂半導體就可以處理 電的部分 你得有辦法才可以 我們很快的 今年的核三的其中一個基礎 明年的第二個基礎都要結束了 七月到幾 昨天差點就跳電 所以你知道看要怎麼辦 昨天跳電 所以你剛剛講半導體 台積電救了 第一個 我們現在遇到電不穩的時候 台電就幹嘛 叫你們大戶降窄 少用電 只能 最好不要今天停工 要不然就是這個 開機50%就好了 好幾個大廠的老闆都跟我講說 他被要求 他沒有不敢反對 只好降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把你的電拿出來給我們用 台電有什麼電呢 柴油發電機 緊急發電機 因為這些工廠都設有緊急發電機 為什麼 萬一停電的時候 他至少 緊急發電機可以 醫院也都有 都有 可以起來 我們電台也有 每個月還要去演習 還有演習 就是說萬一到時候養兵 先用再一招 那一招他壞了 他也壞了 所以平常都要演習 所以他昨天四部機組同時壞 地震以後很多機組就壞了 到現在沒修好 然後再加上新的機組壞了 然後再加上傍晚 以前傍晚的時候 電絕對沒問題的 因為什麼 那是核電做機載 核電是最便宜的電 做機載電力 那是要十幾%的核電 現在合一合二也都停了 所以傍晚是靠什麼呢 是要靠綠電 綠電就是太陽能跟風力 那昨天五點多的時候 沒有太陽能 太陽下山休息 所以就沒有光電 沒有太陽能 然後核電機載又少了 再加上幾部機組又壞了 所以一度的我們的備展容量 直到2% 非常低的備展容量 只要再出現一個問題 就有問題了 他叫核一核二的財油發電機 拿來發電給他用 叫台積電一方面你降載 你不要用那麼多電 對不對 你用了台灣10%的電 你現在少一點 一方面把你的緊急發電機 發動了以後 把電給我們用 這樣才 他都已經做好北部停電的準備 那就很糗 這樣怎麼高2奈米 就很糗 就這樣這都是問題 所以415插件那樣限電風暴 所以台電說驚恐強救 真的很緊張 非常緊張 那主要是地震沒有修好的機器 又遇到大潭機組故障 所以呢到了限電邊緣 已經到了這個邊緣了 那所以呢今天 卓榮泰也說要穩定供電 然後呢這個 現在經濟部長將來怎麼覺得這個問題吧 你這業界出來你一定很了解嘛 業界最需要的是什麼嘛 我們看一下昨天差點限電的狀況 花蓮境內的和平電廠 以原住民彩繪圖騰為標誌 受到4月3號 花蓮大地震衝擊 和平電廠1號機機組損傷 又因為餘震不斷影響修復工作 原定週末歸隊的計劃被打亂 但另一頭連台中也出狀況 管路整個扭曲變形 台中電廠7號機也因為地震 導致鍋爐管排弱化 發生破管停機檢修中 沒想到烏漏偏逢連夜雨 15號晚間大潭電廠8號機故障跳脫 導致夜間間縣被轉容量 一度轉為警戒局等 全台電力拉警報 傳出被轉容量率瞬間掉到 2.8%到3%左右 限量北部限電風暴 台電極抠台積電等大用電戶 啟用自有發電設備就供電 沒有什麼北極要限電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 4月3號的地震之後 它確實對機組產生了一些傷害 台電坦承近日全台天氣炎熱 用電量偏高 15號是今年以來 用電負債預期最高 因此台電上午召開 供電運轉會議 透過緊急調度機制 確保供電安全 而因應15號晚間 機組故障的夜間接風時段 透過抽蓄水力等彈性措施 勉強維持穩定供電韌性 這個抽蓄水力的調度 我們還有水力的電廠 看著我整個負債的變動機器 我去因應相關的策略 都不需要做到所謂的限電 面對外傳的限電傳聞 台電強調會在周末負債較低時 全面檢修地震對機組的影響 期盼減少供電問題發生 看這幾個人 基本上應該是屬於務實 因為在企業也好 在學術也好 那務實就是好事 你看吳城我告訴你 台南第一代機員隊 入濟仙 入濟仙 還有還要打指板 心潛文 還有那個什麼 康金目 都很出名 然後他去念書以後 就像這幾個要來當部長 我認為這是一個務實 這多少個一步驚訝 但是會不會像唐鳳一樣 叫好不叫做 這就是要去 馬上要入面對條件 如果在他們就職以前 就面臨到這種限電的一個演習 我認為是好事 因為他必須要很務實的進入思考 台灣的能源問題 不要忘了賴清德在選舉的時候 他有公開講過 那時候我們的鐵東工 核電 甚至包括核四都應該用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也很務實 不排除 就是說國家有需要 不排除 那你現在面對到核能 核二核三也都要到齊 核一到齊 那基礎都還在 如果要研議 全世界只要在土木岸前無餘 研議可以延20年 我們的核能可以占到我們12%多 不算核四 這就可以提供整個台灣 在未來20年經濟發展 一個很穩當的供電 很穩定 你剛剛提到 用核能來補 藏那個時間立頭下山 藏那個時間也沒風 風力只有一級到兩級 風力發電幾乎停擺 對 那就是說如果清德兄 你願意做一個改變 如果你今天願意做一個改變 很務實的來看待兩岸 很務實的看待台灣的經濟問題 能源問題 你從40會變成51 我們也不意外 如果你只是找一些人 來當成一個擺設 最後還是用意識型態 強灌在這些人的身上 然後你還抱著反核的神主牌 我告訴你 台灣一定給你害得很慘 五缺最早你拿出來說 你做市長就說五缺就對了 要怎麼去休息 到現在你來做過行政議長 做副總統 那現在還是缺 等於你這幾年沒有辦法 把你的意識用在於針對 就是說對症下藥 那你說你行政院長受總統的控制 所以最後你才翻臉出來挑戰他 那你當副總統 因為你是一個無聲的都可以了 你過去這幾年怎麼砍砍都砍砍了 現在你做總統了 那你還是要面臨五缺還在 那你用了這一批人 如果不能第一時間 就面對五缺出手 拿出一個政策 這樣我跟你說你就算有夠落散了 他用這些人就是要改了 他這個包覆 何能反核的包覆 對賴清德來講 我們棄台 並沒有那麼嚴重 棄台 不過基本上就是說 你台灣的經濟要發展 要有前途 兩個政策是很重要的 一個兩岸政策 這一定很重要 第二就是能源政策 那看這些人有沒有這個魄力 那這跟民進黨的基本交易 是抵觸的 那到底怎麼辦呢